超帅欧巴韩星苏智谢魅力无法挡来台湾举办两场粉丝见面会 6000张门票秒杀一空 今天首度抵达台湾举行媒体见面会 超帅欧巴苏智谢抵台机转会现场美灯光闪个不停 很故意谢男星的身份却极少传出绯闻 会不会考虑公开恋情苏智谢展现体贴的一面 所以我认为要结婚的相对方的相对方的相对方 就会变得更改变 三次捡了10万元 我刚才捡了100万元 我这次月份都捡了 等一下 这次太多了 10万元 一向演出悲情角色在韩剧主剧的太阳 却饰演个性机车的社长 但有些喜感 角色多边话术这些透露自己私底下的个性 其实有些沉默 我基本上是个性格很严重 我感觉很严重 我感觉很喜欢这个双方的行业 除了演员的身份之外 数字协独原话发展 不仅出了个人的杂志书籍 近年还往唱编曲卖记 走嘻哈曲风 问他为什么喜欢嘻哈音乐 答案却很另类 为了周六的粉丝见面会抵台 六十张票券已经秒杀 一扣还推出了午夜长票券 到底有哪些特别桥段 数字限制不愿透露 要留给粉丝最大的惊喜 现在还有咬特电视 零叫庄庄庄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从左边